这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 正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 医生用听诊器视听了她的心跳 家人也一脸担心地看着医生 随后医生一脸的遗憾 不久后女孩就被盖着白布被抬了出来 此时门外围满了记者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网上 此时梅根夫妇来到了女儿的学校 原因是女儿用手机看女孩新闻报道 结果被老师发现 家长被请来了学校 学校有规定学生不能玩手机 而且主任认为孩子不该看这种报道 但梅根却不这么认为 死亡不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吗 在得知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 环保主义者尼克后 她接过女儿手机看了一眼照片 发现死者耳朵上流下的血迹 是平行于地面的 瞬间感觉疑点重重 然后就没收了女儿的手机 兴奋地离开了 回到实验室 梅根就叫来了当时检查死者的医生 询问她为何没有传唤法医 但是医生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医生表示 死者一直受到家族遗传病的困扰 其心脏肾脏都出了问题 死亡已经是时间问题 医生说当时她被叫到死者家时 死者已经领和饭了 但是梅根不相信医生所说 还执意指责为何没有传唤法医 这话直接把医生给气走了 梅根认为当时死者是仰面躺着的 可耳朵上血迹应该是向后流到颈部 而不是向前流到下颚 除非地心引力失效了 梅根打算将此事彻查到底 但是这事肯定会惹麻烦 所以就先报备了一下 梅根也是潇洒啊 惹麻烦还提前通知一下 画面一转 梅根和彼得来到了殡仪馆 梅通知家属就直接进去了 她大概检查了一下尸体 发现了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接着死者的母亲就出现了 梅根直接了当地说 今天不能下葬 但是追悼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尸体却被警方带走了 死者的哥哥也不愿让妹妹被狗仔拍 幸好主任及时赶到打圆场 表示会维护他们家族的荣誉 但是荣誉比女儿的死因更重要嘛 母亲表示女儿是自杀而亡的 向外面保密是为了维护女儿的尊严 但是这不能阻止梅根的验尸 梅根发现死者颈部上方的痕迹 呈平行状向斜上方和斜后方延伸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就是上吊而死的 梅根还是不肯放弃 她还是认为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自杀案 之后梅根询问伊森 关于死者的家族遗传病 伊森说除了患者会有各种炎症和疼痛之外 每天用秋水鲜剪进行治疗 但母亲表示 这个药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女孩最近的情绪也变得沮丧 因为五年前她亲眼目睹了 父亲丧生于这个遗传病 她不想痛苦地死去 所以哥哥为了维护她最后的尊严 向外界宣称她是病死的 母亲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当天11点左右 她听见了死者的尖叫 来到现场时 人已经被吊起来了 母亲用了很多方法 希望女儿能好起来 但最终还是这样的结果 在谈话时 彼得发现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她说死者的姐姐五年前 因为携带违禁品被抓 导致丢了家族颜面 被赶了出去 所以和母亲的关系不好 因为姐姐认为母亲非常自私 只关心拥有的权利和财富 她这次回来是参加妹妹的葬礼的 她说姐妹两人关系很好 生前会经常联系 此次回来 就是为了送妹妹最后一程 回到实验室之后 梅根对比过彼得拿回来的绳子 与伤口吻合 但皮肤下的带状肌上 也有淤血痕迹 这说明 曾经有人用手掐住了她的喉咙 如此看来 这应该是起蓄意谋杀 上吊只是为了造成自杀的假象 但梅根想不明白 死者已经病入膏肓了 为什么有人要杀她呢 莫里斯和小萨来到了死者家勘查 做了现场还原 用人是七点下班的 所以当时家里应该只有死者的家人 还有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小萨认为在这样的家族里 动机应该是和钱有关的 可是警局查到 死者唯一能支配的基金 是慈善信托里的钱 所以谋杀是和钱没有关系的 因为那些钱迟早是要捐出去的 除非有办法能改变结果 不然是不可能得到死者的财产的 此时彼得汇报了案情进展 鉴定人员在死者被子上 发现了男性体验 正在做DNA鉴定 而医森对死者脚部组织进行了化验 发现死者有痛风的症状 但这就很奇怪了 死者一直在服用的秋水仙剑 就是治疗痛风的 难道是有人在死者的药物上 做了手脚吗 根据鉴定之后 发现那些根本不能治疗死者病症 而死者的药物一直是母亲保管的 梅根认为 死者母亲是故意让女儿患病 以此获得关注 也许是死者发现之后 要将此事曝光 让母亲动了杀心 所以这会是母亲的杀人动机吗 此时死者床上的男性体验 DNA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一名年轻男性 他说自己是死者的男友 与死者很相爱 虽然他很穷 但是死者却没有嫌弃他 只是会受到家族的阻挠 男友说案发当天他见过死者 离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他说死者的姐姐可以作证 但是姐姐却没有说这事 对此姐姐的解释是 他认为男友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回来之时 听见哥哥和妹妹吵了一架 警方想调查哥哥就有些困难了 因为他有律师 而且上周还咨询过 修改死者的慈善基金 也许是因此兄妹才起了争执 梅根在验尸间 发现死者的脚指甲和手指甲 颜色不一致 梅根就让医森采集了脚部的DNA 检测结果显示是姐姐的 而且姐姐的DNA中还有某种成分 胖哥说是一种名叫 克什追虫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一般活在血液中 没有去过哥斯达利家 是不可能被感染的 而三个月之前 死者男友刚从那儿回来 所以男友和姐姐应该是联手了 梅根猜测应该是与慈善基金有关 警方很快找到了男友 小萨直接来个挑拨离间 一下让男友交代了一切 他说自己是在哥斯达利家 与姐姐认识的 是他让男友去诱导死者 让他爱上自己 为的就是让死者将钱捐给 姐姐编造的热带雨林保护机构 本来静静等着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死者找了 另一个基金委托 另一边 梅根正在和姐姐谈话 他说姐姐着急赶回来 就是因为妹妹打算更换基金 也因此起了杀心 那天晚上 两人联手掐死妹妹 也就是那时 妹妹踢到了姐姐 所以才留下了DNA 男友和姐姐两人联手 将犯罪现场 伪造成了自杀的假象 而姐姐还理直气壮的说 妹妹本来就快死了 却不愿意将钱留给他 梅根望着眼前这个人 心想着 死者本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却被一心只维护形象的母亲换了药 还被心理失衡的姐姐设计 而哥哥还算是有些人性的 之后 梅根来到了死者的葬礼 女孩终于沉冤得雪 接着 小萨带队来到葬礼上 以妨碍死者治疗的罪名 将母亲逮捕 最后的证据 还是哥哥提供的 哥哥不忍心 看着这个家就这样完了 之后 他还表示妹妹的钱 都会捐给医疗机构 死者的医院终于得以实现了 只是可惜了 这么一个美好的姑娘 摊上了这么一家人